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金木片600度 今天我们对品顺的插头推个评测 为什么对品顺的插头的评测呢 是因为这位粉丝一直认为它是MFR认证的产品 一直在买这个品牌的线的使用 有一天它的线断了 他在头条上问我,让我给它改一个出去线 但是我跟他说这个出去线改的价值不高 因为这个插头不是MFR认证 他一直认为这个就是MFR认证的 然后给他拍一个拆解视频 所以今天我们对他进行做一个全方位的评测 我们做这个评测视频呢 不对这个品牌作为任何的攻击啊 我们先准备一个夹子 把电压调到5V 好,我们平时充电的话就是5V,对不对 好,然后我们来 夹上这个正极啊 正极的话我们的线拨长一点,线太短了 好,复级直接捡的去不用啊 好,复级直接捡的去不用啊 好,然后我们把它给夹到这里面 然后我们把它给夹到这里面 夹到正极上面啊 然后这个复级的话我们直接夹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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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上面就行了啊,这样 夹到我的纹级电源的地点 那么就不在前面夹着了啊 好,插进去了 然后我们试一下这个外面是不是有效的啊 4.9V可以啊 然后我们开始 1,2,3,4,5V 第四角是5V啊 好多人认为为什么我的苹果插头 第四角容易黑 身为第四角的话它是5V的输出给你手机的 所以的话如果你的手机比较有潮湿有汗液 它会电解 微弱的电解啊 时间长的话它可能就会变黑浮湿 好,4.9V 那接下来呢我们进行 萌芽电源的调节啊 这个POWERC的电力表它有 保护啊 我们直接看到 另个电力表啊 5.5V 我们知道原装的充电器的话 基本上是6.3V跳保护啊 看它6.3V会不会跳保护 6.1V 6.2V 好,6.24V啊 继续调 6.3V没有调保护啊 6.3V没有调保护 我们直接调继续调 还调啊 好,跳到shaft我们被再调了啊 因为我们一般用这个数据线的话 基本上是在车里面的车松比较多一点啊 我的线松了啊 好,shaft shaft的话我们被再调了 调,往上调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我们是在车里面用的时候呢 最大的电压也是shaft啊 这个数据线不可能差到220V交流电上面去了 好,也就是说这个数据线的话没有调保护啊 直接是shaft输出 输入多少输出就多少shaft 所以我们在用赤充的时候呢 建议不要用这种线 这种线如果使用的话 比如说你的买的赤充质量不是很好 容易收手机的USB管理芯片啊 我们随称U2 所以建议不要适用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做一个拆解 我们先把这个外壳给打开啊 这个线用的比较细啊 而且没有屏蔽网 这个线应该是劣质的线啊 我相信这个屏蔽应该有高端的啊 但是高端的话也是没有M5认证的 这个是5颗料123455颗料的产品啊 5颗料的产品 一看就不是原装了 所以这个品牌的话 没有M8认证 建议配合原装的充电器使用 这个是一个原装的简线插头 给大家看一下 用仪器测量一下 刚刚这个头子也用仪器测量一下 拉精神给放心一点 那没有ID啊 ID识别不了 没有ID啊 那我们先插上原装的插头 好 这个英文的意思就是原装的意思 原装175 然后呢我们把那个负质给担机给拨出来 好也是4.9V对不对 好接下来我 等一下啊 1234 没按好啊 今天我不焊接了 之前我也焊接过 做这样的测试啊 焊接比较麻烦 好我们开始往上调 它也掉了啊 说明点好 好这样可以了啊 5.6 5.8 5.9 6.2 好6.3把它继续跳啊 往上调 6.3不到 6.3 6.3 6.3就跳了啊 6.25 6.3就跳啊 好我贴到12伏 看它这反应啊 看一下这个 PowerZ这个红色电流表的代机电流啊 12伏的代机电流 很微弱的啊 比正常闪电头的代机电流 还小一点 正常是0.004 好 好 好没外边啊 12伏也没问题 好 第6.3伏自动打开啊 好 这就是原装的 可以保护你的手机啊 好 本次检测的话 那就到此为止啊 这个品声的插头呢 不是M8认证的 所以在车里面谨慎使用 这是最后的结果 本次的评测视频呢 对这个品牌 不具有攻击性啊 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拆解 好 感谢你的收看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拜拜